花蓮鯉魚潭的即時影像鏡頭 先是稍微搖晃接著劇烈上下抖動 17號上午9點22分 花蓮秀林發生規模4.6地震 但在14分鐘前 雙北也震了一下 楊明山的監視器畫面晃了一下 換另外一個角度 也上下震動了一次立刻停止 我們家的狗跟鳥都會嚇一跳 我坐在椅子上蹦一個我也嚇一跳 就這樣晃一下這樣而已 那一兩秒鐘而已 因為這起地震 北投區的健身房 登距也有明顯的晃動 地震發生在上午9點08分 正央就在台北市北投區 地震深度4.8公里 規模3.1 不少網友驚嚇表示 是不是自己的錯覺 超大超恐怖 也有其他網友懷疑 是否跟火山活動有關 大陸火山在底下有一個岩漿窟 那岩漿窟的流體 在流動的過程當中 侵入到周圍的岩壁 所以產生了錯動 那就引發地震 地震中心表示 根據以往的記錄 目前20年下來已經記錄 有17次規模超過3的地震 但是規模超過4的只有兩次 最近一次發生在2021年的 11月28號 專家林正宏分析 地震的位置在七星山半山腰 的確比較少見 因為過去地震震樣大多偏北邊 這個地震不是一般的斷層錯動造成的地震 反過了它是一個沿層的塌陷 那你可能說這可能是幾十公尺 或者上百公尺 專家強調火山噴發之前會有密密麻麻的地震 規模一到三有幾百起到幾千起 而且會伴隨大量火山氣體 沿江往上竄三四公里 地震令人驚嚇 但是有些天后意向令人讚嘆 台東海岸邊出現海嘯一樣的雲牆 氣象專家表示海嘯雲是受環流作用影響行程 只是這樣的奇景出現 也令當地居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記者台北花蓮台東綜合報導